這一關好難好難 噔噔噔噔噔 你在幹什麼 我想要吃 大家好我是怡薇 上次呢我們跟大家推薦的三款桌遊 包括了以 Sliding Puzzle 為主的 蜜蜜小兔 蜜蜜松鼠 還有這個 IQ 變形大的挑戰 這次呢我們再加碼 選了三款我覺得還蠻有趣的 做了來跟大家分享 首先第一款是這個 傑克羽魔鬥 它怎麼樣 它就反過來 喔 叔叔要反過來 為什麼啊 那這款遊戲的玩法呢 就是它會有一個題目 題目告訴你說 我想要拼成這樣的拼圖 然後你再去挑選對應的拼圖 把它從最上面 這樣子 這樣子卡拉卡拉卡拉 掉到最下面之後 然後依序再放上去 最後就可以看 你有沒有完成題目所要的拼圖圖案 這款遊戲呢 其實跟一個就是 達摩下樓梯的 童玩是非常類似的 只是它多了變成三條軌道 而且它要融入了這個拼圖的元素 所以你必須不是只讓它下樓梯 還是要必須要完成一幅立體的拼圖 那這中間呢 就會考驗小朋友一些推理能力 那這些圖案呢 其實都有蠻多的細節 隱藏在裡面的 比方說這個魔鬥的筋 你看起來好像都一樣 可是其實有些筋 它彎的方向是不一樣的 然後有些筋上面有花朵 然後有些沒有 所以小朋友在找這些對應的牌的時候 其實就在練習分辨圖案 再仔細觀察的話 我們會發現這個拼圖啊 它沒往下掉一格的時候 會出現兩件事情 第一個它前後會顛倒 第二個上下也會顛倒 可是呢 如果再往下翻一次的話 它又是一次前後顛倒 上下顛倒 所以復復得正 又回到了原來的魔鬥 那爸爸媽媽如果想要引導小孩子 建議可以手扶握這個拼圖 然後慢慢的往下掉 搭配數數 準備要放上去的位置是1 然後往下掉的第一格是2 藉由幫格子標上數字 在引導孩子發現是不是1、3、5的位置長得一樣 2、4的時候呢 後面跑到前面 而且上下顛倒了 這樣子就能帶入一點點雞偶數的觀念 再來是洞洞比大小 這邊有四個洞洞 然後這樣子 哦 洞洞不見了都被補起來了耶 對不對 這款遊戲呢是個紙牌類的桌遊 它的規則跟橋牌其實很像 就是每個人會拿到一疊牌 然後你要輪流出牌 看誰出的牌最大 就可以把整堆牌給吃下來 可是 可是有點不一樣的地方是在於說 你看 這個牌還有洞洞 所以 這張牌目前現在是12345 它是5點 但如果你能夠找到一個牌 去把它補起來 你看我這邊可以多補到一個洞洞 所以它就變成12345 就變成6點 那如果你能夠找到另外一張牌 去把它補上去的話 它就變成了7點 所以如果你能夠把三個洞洞補起來 它就變成8點 變成一個很大的一個牌 所以你可以去自由地去組合這個不同的牌 然後讓它點數去增加 所以這款遊戲裡面比較有趣的地方 也因為這樣呢 擬定戰略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了 比方說 你現在有這張牌 跟這張牌 你是要一次把它組合起來就打出去 還是要分開成兩張來打 這之中 就會有不一樣的出牌策略 必須要去思考 那這款洞洞比大小 它保留了橋牌的精神 可是加入了這樣洞洞這種視覺上的趣味 讓它變成了一款很有趣的 而且可以動腦的親子活動 最後是骨牌迷宮 這款遊戲啊 可以得了非常多的獎項喔 好怕它要滑倒 不會啦 不會啦 好我小心一點 那骨牌遊戲呢 我們都知道 就是你可以用一片一片的骨牌呢 排成各種的圖案 再把它推倒 大家看到全部都被倒下去的時候 就是一個很壯觀的一幅畫面 那除了剛剛那樣的排法之外 也有人想到說 我可以用骨牌來做布林運算喔 怎麼做呢 比方像這樣的圖片 你就會發現說 不管我推A 或我推B 的話C都會被推倒 這就是布林運算裡面的C等於A或B啊 那2014年呢 就有人用了這樣的想法 用了一萬片的骨牌 做成了一個加法系 那真的是工程師的浪漫 骨牌迷宮呢 就是利用骨牌的排列 搭配一些解謎要素 來完成這款遊戲 那玩法是這樣子 比如說這一關 他告訴你說我從起點到終點 做這些事情 那中間還告訴你說 你只能用11個骨牌來完成 所以在這麼多的限制下 試試看你要如何才能達到終點 這款遊戲最大的特色 就是它不只是平面骨牌 還是一個立體的骨牌 所以你只要這樣子 所以才會爬上又爬下 小朋友如果要破關 還真的需要一些空間概念跟邏輯思考喔 最後我想說呢 很多小朋友的遊戲 如果你要認真去探討的話 它裡面的數學 可能都用到非常進階的知識 才能夠去完整去分析 小朋友在玩的時候 當然不知道背後的數學原理有多麼的複雜 但我想這就是潛移默化 在玩的過程中 逐漸形成竖感 這樣就很棒了 而這次介紹的這幾款 桌遊都有這樣的特性 如果爸爸媽媽有興趣的話 歡迎參考我們底下提供的連結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啦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的話 記得幫我們做個加把 按讚訂閱開啟小鈴鐺 做個懲罰 分享給所有喜歡桌遊的爸爸媽媽媽吧 竖感試驗室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